大家好,我是汤圆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期未解决案件 案件发现在日本的京都府 京都是日本的第七大城市 拥有140万的人口 在1868年,日本迁都东京以前 京都都一直是日本的首都 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拥有无数的寺庙、神社及丰富的文化遗产 被日本人称为心灵的故乡 1979年,京都的长岗京市 两名主妇去山上采决菜时 被残忍地杀害 至今仍未能找到凶手 案件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41年 早已经过去了公诉时效 成为了一起悬案 1979年5月23日 气温28度左右 天气特别的好 水野惠子和明石英子 今天早上上早班 下班以后 两人一起骑张车去了附近的山上采决菜 然而 两人这以后便没有了消息 小英去过七次 小慧是第一次去 小慧本来下午三点半要去接孩子的 但是老师一直也没能等到小慧来接孩子 而小英的老公到晚上也没看到小英回家 于是报了警 警局出动了50名警察和50名搜救员 使用警犬在附近进行地毯式的搜查 第二天下午 两人的自行车在山林的入口处被发现 可是警方一直搜查到晚上 也没能找到两个人 第三天早上10点半 在距离超市2.5公里的光明寺后山山顶附近 发现了两人的尸体 小慧32岁 住在长岗 小英43岁 住在京园平静 两位都是祖父 在长岗天神车站旁的 以兹米娅超市里打工 经过法医的鉴定 死者遇害的时间 推断为23日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半之间 两人的双肩包里装着空的便当盒 还有当天摘的决菜 钱包 手表都还在 而且在小英的浅蓝色牛仔裤的右边口袋里 发现了一张奇怪的纸条 上面用铅笔写着 我正被追杀 救救我 这个男人是坏人 字迹匆忙而潦草 写字的人当时应该特别的紧张 经过笔记鉴定 确定这是小英的字迹 纸张是他们上班超市的一张购物小票 长9.5厘米 宽4.5厘米 已经被抓成团 皱巴巴的 上边的日期是5月21日 可是在死者的背包 衣服里都没能找到写张的纸条的铅笔 警方在案发现场经过仔细的搜查 终于在离小英身体17米的地方 发现了铅笔新的头 而笔身却不见踪影 小慧和小英遇害的山 被大家称为野山 那里经常会有当地人去郊游 采野菜和蘑菇 不过由于树木非常的茂密 有时候即使是白天 光线也不是很好 曾经在那里还发生过强奸案 小英和小慧的尸体被发现时 两人都一山不整 脚筋被挑断 小英被徒手掐死 遇害时正面朝上 全身有30多处被殴打的痕迹 九个肋骨折断 肝脏破裂 上身衣衫不整 但是裤子穿得好好的 不过法医却在小英的体内 找到了一世犯人的体验 血液为O型 小慧被刀刺死 遇害时正面朝下 在离小英不远的小鞋坡上 全身有50多处被殴打的痕迹 内裤被撕裂 牛仔裤和鞋子散落在一旁 死前很有可能遭受过刑侵 可是并未从他身上 找到一世犯人的体验 不过在小慧身上 找到了一世犯人留下的体毛 据检测 体毛所有者 血型也为O型 小慧死时 左胸部插着刀 刀子从心脏刺到了肺部 从刀上并未踩接到指纹 而且这种型号的刀 产于其附线的官式 当时大约生产了7万把 流通形式多种多样 几年前这种型号已经停产了 要靠这把刀来寻找凶手 简直像是大海捞针 从现场的情况看 可能凶手拿着凶器 对两人进行了威胁 想实施侵犯 结果遭到两人的强烈反抗 于是凶手对两人进行了 残忍的殴打并杀害 还有人说凶手和两个人有仇 这是一场复仇杀人 因为如果目的只是侵犯的话 没有必要进行那么凶残的殴打吧 现场留下的鞋印中 并不像登山鞋和休闲鞋的鞋印 而像皮鞋的鞋印 因为登山鞋休闲鞋的鞋底 勾纹比较深 而皮鞋的勾纹比较浅 警方对当天去过山上的人 和目击者进行了调查 依据尸体的特征 凶手很有可能练习过空手道 所以警方重点锁定那些 有前科且学过空手道的人 在调查中 有一位少年A 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少年A也住在长岗京市 据说案件发生时 被人看见他慌忙地跑下山 被警方列入了重点侦查对象 附近的居民都知道 少年A曾经还练习过空手道 经常在山下练习自行车 不过随着调查的深入 发现少年A在案发当天 有足够的不在场证明 还有目击者称 主妇门上30分钟后 有两名20到30岁的男子 也进入了山里 上身穿白色的衬衫 下身有点像牛仔裤 可是这两名男子的身份 并未得到确认 在案发的六天前 有一位主妇也去那里采过决菜 遇到了一位可疑的中年男人 中年男人对主妇说 采到决菜了吗 主妇吓得赶紧逃跑 男人身高大于1米7 40到45岁左右 身穿一身灰色的工作服 和一年前 同样在山上和主妇搭话的 另一位中年男人很像 不过一年前的中年男人 手上拿着30厘米的刀 上周的这个中年男人 没有拿刀 但行为却十分的可疑 小惠遇害时 身上的刀也是30厘米长 那么这个男人 会不会就是一年前 那个拿刀的男人呢 根据这名主妇提供的线索 警方制作并公布了 那个男人的画像 可是最终也没能找到 画像上的男人 小英小惠被发现的地方 位于230米高的杂树林里 小英全身30多处被殴打 九根肋骨折断 小惠到这里 小英10米远的地方 全身有50多处被殴打 胸部被连刺塑刀 凶手用如此残忍的手段 来杀害两个无辜的女性 警方怀疑凶手可能有暴力倾向 而且最近在三林附近 经常出现一些飙车党 主妇们会不会是被 飙车党的不良团体袭击 并杀害了呢 可是小英口袋里的纸条 写的是 这个男人是坏人 而不是 这群或者这几个男人是坏人 所以凶手 是一个人的可能性比较大 纸条上 小英竖则写了三行字 凭假名 骗假名 汉字写得非常的混乱 一般我们看到 大多数写法是这样的 而小英写出来的是这样 在这个地方 他先写了一个哭 然后发现写错了 于是在上面写了一个丝 之后因为看不清楚 又在旁边更正了一个丝 说明他在写的时候 应该特别的慌张 警方推断 有可能小英是把小票 藏在手里偷偷写的 凶手应该是单独作案 当时凶手正在袭击小慧 小英赶紧写下纸条放在兜里 等待机会投给路人求救 那为什么小英有时间写纸条 但是不逃跑呢 警方怀疑凶手应该逼迫了小英 你敢跑我就杀了他 所以小英不敢跑 也因为受到惊吓 贪软在地 没有办法逃跑 凶手杀害了小慧之后 再对小英施暴 并掐死了小英 就在去年的11月份 离案发现场10公里的宇治市 一位夜跑的主妇突然失踪 在离家不远的农道200米处 发现了多个脚印 还有被拖拽过的痕迹 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半年 但是依旧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这名主妇现在是生是死 也不知道 凶手会不会就是同一个人呢 1984年5月16日 小英小慧遇害的五年后 同事的另一名主妇伊藤 在家中被残忍地杀害 脖子和背部多处被刺伤 随后被裹在被子里放火烧 依据凶手在伊藤家留下的证据 检测到凶手的血型 也是O型 所以有人推断 杀害伊藤的凶手 和杀害小英小慧的凶手 可能是同一个人 不过警察在记者发布会上 并未提及和小英小慧的案件有关联 于是在一些媒体上 有了这样的猜想 伊藤以前也在 Izumiya超市上过班 是小英小慧的前同事 其实案件发生当天 三个人一起去采了决菜 不过伊藤当天有事就先回家了 逃过了一劫 警方为了保护伊藤的生命安全 所以没有向媒体透露伊藤的信息 而犯人为了灭口 找到了伊藤 将伊藤杀害 如果伊藤当天 真的和小英小慧一起去采决菜 那么他对凶手有什么威胁呢 凶手需要将其残忍地杀害以后 再放火烧吗 关于小英 为什么有时间写纸条而不逃跑 有一种说法是 凶手先将小慧打倒在地 然后去抓小英 把小英的脚筋挑断 再回来虐杀小慧 小英没有办法逃跑 只能抱着一线希望 偷偷地写下了纸条 但是可惜的是 最终还是没有机会把纸条交出去 另外有的网友大胆猜测 不管伊藤当天 有没有一起去采决菜 如果伊藤的死 真的和小英小慧的死有关 真凶一定就在伊藤的身边 有可能是他的丈夫 情人或者朋友 有一天 伊藤不小心发现了这个人 就是杀害小英小慧的真凶 刚开始他还打算包庇真凶 不过最终 他受不了良心的谴责 想去报警 凶手害怕身份暴露 于是杀人灭口 还有关于仇恨杀人的说法 那什么人对小英小慧 有如此大的仇恨呢 思来想去 有可能是很久以前 在超市一起上过班的同事 小英小慧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了 之前两人是前辈 凶手是新人 在工作中经常受到指责和排挤 心中充满了对两个人的仇恨 某天凶手在超市买东西 正好听到他们说要去山上采决菜 于是跟踪并杀害了他们 直到1994年5月24日 小英小慧的案件到了公诉时效 京都警方投入了25000名警力 调查此事 但依旧没能查出凶手 犯人仍然逃之夭夭 真相被永远的埋没在了 1979年5月23日的那天中午 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只有小英小慧 还有犯人之道 还有杀害伊藤的凶手 也未能找到 成为了又一宗悬案 直至今日 案件已经过去了41年 如果凶手当时是40岁的话 现在也应该是81岁了 凶手这些年 是以怎样的心情生活的呢 是沾沾自喜 还是悔恨当初 或者已经不在人世了 当时手机 网络都不太发达 所以给警方的侦查 带来了许多的困难 在这座山不远处的公路上 有一个公交车站 多年后 一位开车的司机说 有一天晚上 他看到巴士的最后排座位上 坐着小英小慧的幽灵 如果世界上 真的有幽灵 那么我想 小英小慧 应该只是想回家 看看他们的丈夫和孩子 并且希望真的有一天 真凶能够受到法律的制裁 还他们一个公道 那么今天汤圆就为你说到这 关于这起案件 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